2月20号 一辆全新纯电动BMWi3 驶下华晨宝马铁锡工厂生产线 标志着宝马沈阳生产基地 已累计生产500万辆 也标志着宝马集团电动化征程 开启新篇章 作为宝马i3的高配版本 全新纯电动E-Javis 40L 领着第500万台达成的光环正式上市 新车拥有更好的性能和更长的续航 最高输出功率250千瓦 峰制扭矩430牛米 零至百公里加速仅需5.6秒 CLTC标准下 续航里程可达592公里 数字化和舒适性方面 新车更为出色 可提供自动驾驶辅助系统Pro 哈曼卡顿音响系统 宝马电动车声浪模拟 一体式悬浮曲面屏 后轴自适应空气悬架等亮眼配置 用实力证明纯电动的宝马 更运动也更令人心动 本次上市的i3 eDrive40L车型 提供两个版本可供选择 分别为售价383,900元的药液套装版 和413,900元的药液运动套装版 2023年 宝马集团将延续强大的纯电动车公式 将纯电产品阵容增至11款 以实际行动贯彻 加载中国发展占 在全品牌全车系的电动化转型中 BMW iFactory是宝马集团 面向未来的生产体系 在精益绿色数次化核心目标下 宝马沈阳生产基地 集成研发采购生产一体 年产能达83万辆 是宝马集团在全球最大规模的生产基地 和最重要的新能源汽车中心之一 在国产500万辆的新汽电商 我们期待更多的纯电动车型 在沈阳的工厂生产 其中就包括用户呼称最高的IXE车型 而宝马集团也将在中国开启 电动化的新的历程